NBA 12岁的China J Thomas 不幸在车祸中去世 首场比赛赛前训练时 他难掩悲伤 低头掩面哭泣 不过顽强的托马斯 仍然坚持上场 而且这两场比赛 中小托马斯都发挥出色 虽然输掉比赛 但我想和生命相比 胜负已然无关重要 托马斯哭泣 我想最能理解小托马斯的应该 就是麦迪了 他曾在进入NBA 10年间去世了10位亲朋好友 从1997年 他的发小意外车祸之后开始 这种悲伤的阴影 无时无刻不缠绕着麦迪 麦迪1999年 麦迪的死党和表弟一个 被射杀一个突犯哮喘 2001年 继母离世 之后表弟别枪杀 2003年 高中好友被误杀 紧接着他又送走了 曾祖母格林和表哥约翰逊 2006年 岳母阿罗约 因帕金森正去世 2007年 祖父麦格雷迪也语世长辞 而2007年 也是麦迪职业生涯最后的巅峰 麦迪可以说 一个接一个的噩耗 伴随着麦迪的整个职业生涯 这也或多或少影响了 麦迪的生涯 也希望小托马斯 能够走出妹妹离世的阴影 重新站立起来 在季后赛证明自己吧 一家人的冠犯 那是 我可以说 一家人的冠犯